大家好,我是東京走路橋的鮑勃 三走線東京都一條主要的公眾運輸動脈 每週使用走人數約三千萬人次左右 總路線長度34.5公里 總共有30個車站 路線經過了東京幾個主要商業辦公區域 也是旅客來東京觀光旅遊常使用的路線 大車站像新宿 或池袋 每天都有好幾十萬個人使用 比較小的車站像Tabata 或Komagome 一天大概只有四五萬人使用 但無論使用的人數多寡 每一個三走線上的車站 都有大大小小的景點或餐廳 而每一站都值得拜訪一下 我們這次的計畫就是三走線的三個車站 主要介紹車站周邊的一些特色景點跟餐廳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元素的名稱想當當 大概是多數人來東京旅遊的閉房景點之一 元素 以及周邊的表餐道 青山 可以介紹的東西太多了 應該講的三部區都沒有辦法介紹得很完全 所以Bobbo就用蜻蜓點水的方式 來介紹特色跟一部分的美食吧 這邊補一個小知識 雖然元素的名氣真的很高 但每天使用這個車站的人並沒有想像中的多 大概是七萬五千人 是東京JR使用的人數的第六十二名 原因我覺得這裡周遭是以觀光為主 並沒有像新宿或品川一樣多辦公大樓 也不是太知名的住宅區 因為JR元素站也只有三手線 並沒有其他的JR轉成路線 而周邊的地下鐵車站也滿發達的 所以可以分散使用人潮 元素這整個區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購物天堂 高級品牌旗艦店林律表餐道與青山 年輕潮流時尚也少不了 比方說高中山最愛的主下通 我街排時尚的貓街 愛逛街呢一定要來到這裡 一定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特色的衣服 明智神宮 明智神宮 閒咒逛街也太單調 這裡也有年間參拜人數低多的明智神宮 聽到明智神宮就知道主祭祀神是一百二十二代天皇 明智天皇與其妻子昭憲皇太后 從全日本最大的鳥居一路往本街的方向走 可以經過70萬平方米 大概是大人森林共有2.5倍大的人造林 遠離人生頂飛的元素側岸周邊 盡情的吸收芬多金 像鮑勃早上六點就到這邊取財 避開人草更能夠體會神宮的莊嚴 建議大家早點來這邊戰步參拜 戴戴木公園 雖然叫戴戴木公園 但這裡離元素比戴戴木車站更近 是一個免費可以20小時進去的一個公園 這裡佔地面積54萬平方公尺 呈現是日本陸軍戴戴木練兵場 第二次世界單單後變成駐美日軍的宿舍 在1964年改建為東京奧運選手村 與1967年改建為現場的戴戴木公園 整個公園散發出年輕輕鬆的氣氛 跑步或野餐 甚至只是散步走走都很適合 原素的咖啡店真的太多了 我可能百分之一的店家都沒有去過 這裡跟大家一次介紹三家知名的咖啡店 所謂是在冒界裡面的The Road Street 這家咖啡店真的很有名 是世界咖啡迷惑朝聖的名店 特色是Single Origin 也就是來自單一產區的單一品種咖啡 而不是用綜合豆類沖泡而成 另外這家店的店內氣氛 跟室外座位也很不賴 藍瓶跟星巴克就不用多做介紹 但地點跟氣氛我覺得是重點 藍瓶可能是因為預算比較夠吧 能夠在寸土寸金的表三道區域 開設這麼有空間感的咖啡店 還可以從二樓看到綠樹 那星巴克就更不用說了 開在東極Plaza的六樓 面對超開放空間的Omohara no Mori 白天晚上都漂亮 還可以看風景 不得不廢為藍瓶、星巴克這兩家 有規模連鎖咖啡店 願意花小時設計咖啡店 開在原宿車站旁 單純但是好吃 咖啡是用香料野菜以及水果以及少量的油燉煮而成 吃起來風味十足但不會油膩 吃起來十分有飽足感喔 The Great Burger 光是名字聽起來就很有大氣的漢堡百名店 The Great Burger 店裡的裝潢是採南加州的風格 就是很美式啦 包伯點是培根起司堡 是我最愛的漢堡 也是漢堡店一定會出現的經典菜單 麵包皮感覺稍微有燻烤一下 所以吃起來有點脆脆的感覺 起司也給的十分的豪邁 最重要的肉排煎得剛剛好 完全不會太乾 另外包伯點的炸雞也還滿不錯的 這站是豐島區最東端的車站 並不是一個很大的車站 使用人數也是東京JR使用人數的第99名 大概一天5萬個人使用 站在旁邊有幾條看起來有點歷史的商店街 比方說1956年成立的雙將銀座商店街 雙將銀座商店街裡面有個很可愛的拉麵店 叫做麵烏卡布槍 店內座位只有六個位置 有點小擠 但因為老闆人很好所以有種溫馨的感覺 拉麵包伯點是味噌中華瘦吧 湯頭濃厚但不是很膩 麵也頗有嚼勁的很好吃 這家店我常有提供剉餅喔 聽說還滿有名的大家可以試試看 6億元 6億元 雖然Komago Me站使用的人數並不是很多 但並不代表這邊沒有觀光喔 這裡有鮑勃最愛的日本庭園 6億元 從車站走過6分鐘左右就可以到了 這個庭園是東京的獨立庭園 有300年的歷史 這裡的面積並不會很大 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園的三分之一的大小 雖然不大 它可以看的東西非常多 構造簡單來說是彩灰游式竹山泉水庭園 就是中間有個大池子 池子中間有小島跟橋 然後環繞的池子有步道跟甲山 非常有日式的風味 東洋文庫博物館 這個研究型博物館就在6億元旁邊 珍藏了以亞洲為主的各國圖書 鮑勃參觀的時候正好展出大宇宙展 可以看到有好幾百年的歷史書籍 絕對讓書迷大飽眼福 博物館裡面還有個氣氛不錯的咖啡店 叫做Orient Cafe 可以直接欣賞庭園跟博物館 舊骨河庭園 孔貓公妹鮑勃第二推薦的地方是舊骨河庭園 離車站10分鐘左右 這個庭園最初是骨河湖之駐男爵的宅邸 建於1919年 現在是國有財產 並對位工作開放 被政府指定為名勝 腹地裡面有陽館 西洋庭園 整個搭配起來好像置身於唐盾莊園的場景裡面 除了西式景觀以外 這裡也有小小的日本庭園 我們從傳統一轉變成時尚 這家Jam Coffee的Pancake因為太可愛了 常常被雜誌採訪 鬆餅本身也不錯吃 如果覺得大型購物區的咖啡或鬆餅 總是人太多擠不進去 那就來試試看這家Jam Coffee吧 大齊 大齊 大齊站位於東京都品川區 大齊一滴木 算是一個辦公道淋裂的區域 同時也有滿大的住宅區 每天使用車站人數約17萬人 這裡跟鄰居品川有點像 但規模小了一點而且沒什麼飯店 但清幽的環境整體感覺還不賴 車站附近有個很大的購物中心叫Gate City 大家可以在這邊找喜歡吃的餐廳 或是在裡面的店舖購物 買一些紀念品 Eighteen 大齊居木神社 從車站走路大概五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位於住宅區裡的大齊居木神社 這個神社是在何時創建而成的 其實並不是很明確 據說是江戶時期初期的時候建於暮黑川附近 目前的設定是1978年重建完成 神社境內非常的幽靜 可以來這裡洗滴一下心聲 六黎社 六黎社是東京超級無敵之名的沾面 相信吃過他的人都記得他的超級濃厚湯底 非常超有嚼勁的粗麵吧 吃起來又是又爽又豪邁 會推薦這家六黎社的原因是比較起知名觀光集點的人潮 這家店在週末的時候少了很多人 應該是不需要排隊的 大家可以安排一個半小時在大棋散步一下 觀光神社之後來吃個沾面 當時在旅途中的一個小插曲也不賴 以上就是這次山手線的三個車站的介紹囉 看完之後會不會想要花一點時間探索這些車站呢 如果喜歡東京走橋的影片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是Like我們的FB粉絲團 或是Follow東京的Instagram帳號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